在成都有一位76岁的老人孟德森 被检查出患了隐部疾病 中性视力下降程度无法预料 且无法彻底治愈 在这样的情况下 孟德森在六年的时间里 游览了匈牙利、波兰、德国、土耳其等近100个国家 据悉 黄斑变性可导致中心视力模糊 看物变形等 每个人患病情况不同 且无法彻底治愈 只能通过吃药等手段来控制病情 孟德森刚得知消息时十分紧张 他花了两周时间看了成都各个医院的眼科 还是没有找到能治愈自己眼部疾病的方法 绝望之际 孟德森在阅读作家海伦凯勒所写的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时受到了启发 就这样 在药物的帮助下 孟德森的病情得到了控制 他也开始规划起自己的出国游击化 2015年 孟德森去了匈牙利、波兰、德国、土耳其等7个国家 2016年 他去了北欧、中南欧的16个国家 2017年又去了南北美洲 共游览了17个国家 回来之后 孟德森把规划提升了一个等级 还想再游几十个国家 于是 2018年、2019年继续出发 由非洲、中东多国 6年时间 总计游览了近100个国家 最北去到挪威北角 最难到达新西兰皇后镇 最久的一次出门时间长达两个月 出国旅游 语言不通怎么办 孟德森告诉记者 出门在外 他已累积了不少经验 只要会简单的几句英语 出行语言 问题不难 我只要大概是这么起一句 就是说 到了那个总台 就住旅店 住旅馆那个总台 首先要问 你这个地方 白天在街上行走安全吗 如果他回的是off call 或者说no purpose 好 这一类的很尖端的 我就说 看了肯定是就没有问题 还有一天 他回到一长船 长船你根本就听不懂 说肯定就是有点问题 举个例子 坐地铁怎么办 坐地铁全部是外文字 又怎么办 是不是你骑某一个车站 他七八个字幕出差 那你只知道前面三个字幕就够了 他的法音就是 啊什么什么 或者乌什么什么 就够了 那就说 那个地方快到了 而且你根据 你本来都看好了地图 大有还有七站 还有八站 那你在第六站左右 你就听到他的那个广告就够了 出行线路 订酒店 几个国家的游玩顺序 每次旅行前 孟德森都会花两到三个月 做一个详细的攻略 一个国家的著名景点 交通线路 宾馆地点 餐饮店 超市 都会被他认真地记录在笔记本上 偶尔 孟德森还会打电话到中国驻外使馆 确认信息是否准确 疫情期间 孟德森整理了自己游览锁到国家的游记 用手写的方式详细记录了旅游路线 酒店推荐等 将旅客去往一个国家可能遇到的问题都罗列出来 他希望将自己的书整理成册并出版 为广大旅者提供一个参考 我有一个计划 就是说 就是在2017年从美洲返回来的时候 我就马上想到这个计划 叫四个以工程 什么 通过我一个人 你发起和努力 用十年的时间 把一百个国家 推荐给一千万人 这就是我的任务和目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